好家伙 于谦又获奖了 德云社这次真是赢马了 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 老师好 时隔四年谦大爷主演的老师好 再拿大奖 他的演技也打脸了不少影视圈明星 毕竟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这已经不是谦大爷第一次备受瞩目了 恭喜恭喜于谦 恭喜 穿着大褂和皮鞋上台领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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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郭德纲在主流那时候的委屈 马志明老先生狠狠替他还了 相声春晚上 郭老师前一秒刚把马志明老师扶下台 后一秒 阮云平就发现了情况不对 原来少马爷是忘了 把准备好的礼物给郭老师 关键是 这次马志明先生来给德云社捧场 不止带了这一份大礼 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用的 这是我自己用的 这是我自己用的 这你闹说评书啊 行不 是吧 拔的棍啊 是是是 我大概用不着这个 这个送给你 谢谢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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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生也去过 来啊这个 郭德纲提到我揭牌 我说我一想呢 我也不是曼芳 我又不是东家 这应当是 谁办的这一身揭牌 我呢 要是揭牌就变成 你最孤带牌的手段 事实证明 郭老师在相声界 不是孤军奋战 他有马家后台 而且不只是马家 侯家和长家两大派 也都跟德云社关系不错 就目前来看 相声界那些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也都各个力挺郭老师 早前德云社 回天津办春晚 田丽和老先生 也曾上台支持 天津德云社开业 即便郭老师心疼 杨绍华老先生身子 不让他来现场 老爷子也偏去 其实我这次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跟他们 是一条战线 都是多像 我让人就开始 那一阁他怎么不来呢 不来 他就不打个招 他不让他 更何况 这已经不是杨老先生 第一次站队郭老师 他的发展呢 就是特别鸿鸿 我们得好好向他学习 现在呢 就是说呢 我们大家这种演出呢 也可以 那就说呢 郭德纲呢 给向上立下 一个很大的功劳 如果他没有那么 卖那么 那么的价钱高 观众那么荣悦 那就是敌人就不好干了 除了这些老前辈 愿意捧 石副宽先生也没少提 这个徒弟媳妇说好话 二位是深受观众喜爱的 相声表演艺术家 就是不尴尬 两个人 无论是唱戏 演电影 做栏目主持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与其说这些相声老前辈 懂得人情世故 倒不如说他们惜财爱财 更感激郭德纲 替他们实现了 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 当初我爸爸有这句话 都是咱这相声观众 要有球迷那么多 那就行了 这点德纲做到了 毕与 不敢不敢做到了 不敢不敢 原来于谦说的都是真的 我身边最孤独的 可能就是郭德纲 我们吃饭都不叫他 郭老师作为德云社班主 手下员工聚餐 竟没人搭理他 这人员也是没谁了 这还真不是于谦说的夸张 老郭私下真的很无趣 早上起来一起 一起来 也是七杯茶就到自己书房 别人下班蹦迪喝酒砍大山 郭老师就知道 闷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 有人总以为 郭老师是那种 需要天天出去应酬的人 殊不知 人家是个大宅男 不太合群 不太愿意出来 跟我们一块玩 他是宅男 对 典型的宅男 他宅啊 对对对 他特别 除了相声戏曲之外 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 也难怪就连小月月这个宠徒 一听跟师傅一起吃饭 都会赶紧拒绝 有时候出于礼貌 大家出去聚餐 也会向征信地喊一下老郭 结果每次他都不给面子 后来大家也就懒得叫他 年轻时 郭老师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问题 还觉得这种 与众不同的性格很酷 如今上了年纪 他才开始 为自己的人缘感到后怕 之前因为口罩原因 张赫伦缺席了几场小园子的演出 没办法 郭老师只能顶上去 他也清楚 单口相声不好说 奈何于大爷忙着外出务工 根本没空调脱 我是替补队员现在 谁不在了 我就得替他们来过日子 我只担心 张赫伦出去了 换我 又没人听了怎么办 他们俩人下去休息 后来人回来 一日说 一日说只能说明是人缘不好 连一帮忙都没用 那没办法 宇老师 拍这影去啦 曾经的郭老师 对别人爱达不理 如今身边人 一个个的都有些明晴 他在想跟人家套近 人家未必愿意给他面子 就拿侯爷来说 郭老师曾在节目中 就吐槽过侯震 拿他用来工作的电脑打游戏 还调侃侯爷玩游戏不务正业 哪成想郭老师 后来想让侯爷带他玩 却碰了一笔子灰 以前大家凑在一块玩 郭老师不参加 如今他看到身边的孩子们 总跑去外面吃饭 老郭的羡慕都写在了脸上 郭其林老出去吃 郭其林跟张云雷 他们出去吃 俩人上网搜 北京哪好 天天的 无论多远啊 多远他俩人也去 吃完饭回来 大半夜凌晨了 不是开心 没想到郭老师 也会有酸不溜秋的时候 他也想过要改变 现在没事就约儿子吃饭 经常喊小月月残局 怎料反被告状 原来我师父很少说 过来上家来 原来很少 现在老师 动不动在后台就约我们 话说郭老师 是真的老了吗